今日依然在台北体育館举行本周第一日赛程 首先登场的是台湾及澳洲的表演赛 双方拟来我往互不相让 也促进台湾选手与国际的交流 在宜兰与丽青的比赛中 丽青选手积极进攻 加上宜兰队防守上的失误 让丽青成功夺下8分 而今日宜兰队因为只有6名选手登陆参赛 让宜兰队在本场比赛十分辛苦 而丽青也成功踢出首胜 今天因为我们的球队是有一半是外国人 然后今天刚好有 好像有外交部举办的东南美洲游鱼赛 我们今天有6个人 但是有两个是首门 就是其实是站立外 然后主力都没来 再加上6个里面还有两个人是感冒的 就整个很辛苦 而本周的最后一场比赛 是由桃园出战台北 状况极佳的台北队也再度拿下一胜 这样比赛 其实我们赛前也讨论一段时间 就是针对对方的缺点在进行攻击 然后其实全队的表现也不错 然后也是队友给我很多机会 让我可以进球 最终以13比2结束本周精彩的赛程 记者胡杨兴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